嗯哈喽大家好啊今天是9月25号美股复盘直播啊今天准确率大家可能都注意到是变红了其实昨天也是啊下雪但是我忘记调颜色了但是呢就是最近两天啊都是预测到一点点吧但是就是最后就是做的决定都还是呃差的啊所以到最后 都只给自己20分吧然后呢最后今天的话已经到了68.59%啊首先我们先说一下题目今天的话呢其实早上的时候说过是昨天晚上和昨天今天早上都说就是呃怎么说虽然我有点心存侥幸但是我确实也看到了这个是个就非常可能的一个诈空的呃行情嘛short squeeze呃但是呢我还是心存侥幸之所以呃至至是我今天也亏了钱就是我 今天UVIX没有及时卖出然后亏了钱所以这个的话也是怎么说我不理智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也要引以为戒嘛啊我毕竟不是那么完美的人所以我也必须得给大家看到我错误的地方这样的话大家就不会盲目相信相信我了啊对然后呢今天的话啊诈空行情怎么会看得到呢就是昨天的时候我们看到昨天盘尾的时候我们抓option 我们看看的时候呢就就说哎这边有很多人在看空open interest是这么多然后呢有这么多position是空的position然后这些的话这些你要成就每一个都是100个你要想想看这边有多少多少的啊那个钱是在那里面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option都是都是很贵的嘛而且也减了很多所以昨天的话呃对这个的话呢就是 呃昨天看今天expire的option然后呢今天再来看的时候呢今天看的时候呢就是发现早上的时候发现很多都被呃就是convert到open interest了就是说明很多人没有平仓很多人都还在走还在继续做空所以因为昨天也没有涨了太多嘛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被吓跑更多人其实还是做空了的 然后呢我们这是早上的时候po的早上的时候po的时候呢就是就昨天盘后嘛昨天盘后看到就是还是呃对就是怎么说还是有很多的呃还是有很多open interest然后呢呃还有很多人是在呃320一大一个大单然后呢还有啊就对就是更多的其实就是都是在你看这volume的话更多的这边都是六位数的这边都是最多也就两万所以呢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呃我们我们 我们当时是什么意思呃就是我们当时说的一个铁规律是什么呢就首先有点呃两个大的铁规律嘛一个就是散户经常会亏钱的90%的散户亏钱第二个就是option基本上是会expire worthless的因为很多机构很多大盘呃操纵者都是他们拿了那个option然后赚到钱以后就会转出去呃然后呢哪怕你看有就是很多人在讲抢那种put呃抢那些期权 但是有买家也有卖家那你一定要想想看买家是谁卖家是谁而最后两三一两天啊就是要抢那些put的人或者是呃做call的人一般来说都是散户吧呃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呢是庄家呃或者机构啊smart money已经就是呃把这个期权都转出去了所以我们看的是什么就是呃哪里会是多空双杀因为这个铁规律呢就是大部分这边买的期权啊都会被expire worthless的 呃然后呢我们看到最大的单子在这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应该不会到30呃319.3因为这不然的话他这边所有的单子都要获利了这边所有的期权都要获利了所以呢今天到的价格呢是在呃328.72328.72在这所以就说明所有这边呃这边以上的单子包括这么一个大单全部废掉了然后呢获利的只有这么点 这些然后呢这些而且还是连328这个都没获利因为他还付了一个呃0.41的那个权利金然后连329这个都勉强获利吧就每一个挣个一毛钱两毛钱因为他也确实是而且这个是早上价格天知道谁这个这边价格是多少了就是现在是价格多少所以大家就要就是就是现在就是看到就是很多这些大单大的puts全部废掉了呃所以呢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呃所谓的 多空双杀嘛就是你不管是呃当然这边做多做多的倒是引力到了吧但是你看有多少人在做多呢这边这边是呃三位数的这是四位数的单子然后另外是什么六位数的五位数这些单子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呃就是早上就很也看到很多人在做空嘛所以呢如果是庄家想要让那个如果规则是一样的话那就是呃就是啊就是让呃很多人做空他就杀puts杀空 然后呢空今天就是单子全部没有了呃对然后今天expire的都是没有了呃这就是所谓的诈空嘛因为呃他跌的时候他拉上去的时候更多的单子要平掉他们就急着要平了然后有这么多的空单要平的时候他们要平的时候就会化转为一个做多的力量然后做多的话呢这个呃这个网就是怎么说这个 啊股价就上来了因为他们是抢着股票要平仓呃那对啊就是做空的你就这么想就好做空的人要想要平掉的话他必须得得化为呃做多才能把这个平掉啊或者他平掉的时候他那个是反而就是呃就是indirectly在做多这个市场所以是就这么想就好然后这么多的人要平掉的话那就呃特别是三点钟三点钟三点半的时候很多人就着急着平仓所以呢 诈空就呃出现了然后呢虽然我预测到了但是呢怎么说新陈侥幸嘛啊啊就是还是亏钱了所以这个话大家啊对因为我玩的UVEX我以为就是可能可以不不不不被那个影响到但是哎还是还是那个被市场交的做人吧然后还有就是福尔里达呢打算破罐子破摔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好像要把所有的zining全部呃全部弄上去了就是都解放了就是大家都可以去里面吃饭啊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呃如果再叫这个疫情 拖一年拖一年才能就是拖到明年明年中旬啊什么才能有疫苗啊什么的话他觉得很多餐厅就就怎么说呢就熬不过去了所以还不如现在就就是呃现在就那个开放然后纽约的话呢还是要等就是呃他会可能会不个别一些区域啊就是如果是有很多cluster的一些病例在那个上升的话那他们会关掉那些区域里面的non-essential business就是没有必要呃没有必须 要开张的一些呃商店啊什么的呃然后呢对然后他们周一晚上呢会有呃发布那就是他们周这周末然后去做一个调查然后呢周一晚上再发布一下消息然后呢还有就是今天我们还会做一下美股的新闻走呃就是走势分析和下周的预测呃好现在我我把时间记录一下这样的话大家又可以接下来看一下呃7分20秒 好预测回顾预测回顾的话今天早上的说啊昨天的是说民间可能是短期的一个底然后呢但是呢后来我们今天早上说的时候呢就是说今天看到了这么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什么变了呢我做这个预期和做这个预期的时候什么变了就是因为他看空的单子啊啊越来越多了啊而且是很多被看就是我还以为昨天很多pots被啊就是平掉了嘛但是哎就是很今天还没有被平掉还更多了然后呢 我就今天想呃如果要下跌的话不太可能因为很多人这样的话就会获利了然后呢很多期权就会被执行了啊那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向下震荡然后回升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预测嘛啊就是相当于先下向下震荡一下然后再往上走嘛然后呢可能是小跌然后也可能是小涨但是呢这个地方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预测错了因为没有小跌也没有小涨是大涨啊所以呢我们这是今年今天只有20分然后呢我们预测的是上涨的一些位置呢 是324.6然后326.5然后还328然后今天的话呢走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按照这个我们的例子走嘛差不多到了今天是先呃我看一下啊今天的话先是跌到321.74然后马上反弹到325呃先是到了325左右的反弹呃回吹以后呢就riding的EMA然后马上去了上去的话一下子到了325 329.55对然后在这边327.71也下来了一点然后呢今天呢其实呃怎么说呢是呃SP500呃这对今天的话资金流是走的这样的然后呃所以今天的话预测不是特别准啊这个我们也得非常公正嘛呃不准的时候就得说不准因为呃不准的时候说了不准大家才会呃不盲目相信我相信我了呃对然后这个的话呃 呃现在是看一下现在是9分24秒好预测结束以后呢我们就看大盘的新闻大盘新闻的话其实今天没有太多新闻吧今天新闻的话就是一开始是什么呃outdoor dining will become permanent啊就是year long就是接下来纽约啊可能会接下来就是呃在就是你看到街片那些饭店啊什么接下来都可能会呃就是一直开着啊但是一直开着不代表 就是不知道有人会不会去因为冬大冬天的在外面吃饭的话呃也有可能就是有情调吧但是对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接下来的话呃对纽约的话还是还是可以outdoor dining的然后呢因为之前说的一个新闻就是秋天到以后这个外面的那些吃饭地方都撤掉了但是他们今天改了然后呢弗洛里达呢倒是把所有的restaurant restriction给呃拿开了然后呢呃怎么说呢就是呃因为啊他们觉得 就是呃在哪里呃就是even if there is a vaccine就如果哪怕那边有一个疫苗那个疫苗也要就是再等了差不多一年了所以呢就是呃他觉得大家熬不到那个时候所以还不如提前开始群体免疫是这个意思吗呃然后对但说的不是佛州是纽约纽约是那个纽约是那个纽约是outdoor dining对佛州的话呢outdoor indoor都差不多了只不过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所有的restaurant都现在可以开了啊所以这个是 就是利好的消息嘛这是差不多一点十分的时候消息这是差不多这是差不多十二点多的时候消息然后呢哦对对呃就看到一个消息好的呃那那确实是呃就是拉了塑料布还有放很多呃gas heater也是可以的对呃然后呢呃Apple to love facebook online events temporary avoid 30% cut呃对这个的话就是呃之前大家还知道的这个也算是利好的嘛 因为这两个的话之前在打呃就是吵架因为他们之前Facebook用了一个online event就是开了一个平台就是让这些小的business可以在网上就是相当于给他们一个挣钱路子让他们可以就是继续生活下去嘛但是呢苹果还要去拿那30%所以呢现在他们就呃谈好了一个那个合作嘛就是接下暂时呃到年底30%不会再收了就是让更多的钱去那个真的去那些需要的人的口袋里嘛呃对但是呢还还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现在还是有呃就比如说match.com和spotify还有epic他们还是在联合要就是跟苹果抗衡所以这也是一个潜在的风险大家也要注意呃当然潜在的风险不是说我我说的那种潜在的风险啊不是说呃让你们清仓让你们减仓我永远不会让你们清仓或者减仓呃这些优质股除非是真的跑得特别高特别高 准备short squeeze拉上去的话但是啊但是呢怎么说这种的东西的话就是优质股的话说实话就是看到这种坏的新闻啊就以后有可能的坏的新闻意思是什么呢就准备好现金他因为坏的新闻报出来以后他股价跌了去抄就好了呃就是就是这个意思呃然后呢google search search business targeted in u.s antitrust case就是说什么呢就有可能是下下个星期开始了呃这个的话其实上个星期也出来一个预告了吧呃 所以这个的话也有可能会被呃会影响到谷歌的价格然后呃呃然后是呃minstreet employment employmentbusiness conditions worsen in september然后呢有一个data firm他是就是做了一个serve呃就是做了一个调查嘛然后呢说九月份的时候就是呃对啊九月份的时候他进去那个很多的那个商业的账况就是还有那个呃就是employment呃 就业数据不是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川普还在说那个us和court呃就是在那个让让那个微信再继续被禁掉嘛然后呢不是那个呃官司打打输了嘛就有个judge说那个你们没有给我enough就是没有给我足够的那些证据但是呢他就对就是没有足够给我足够的证据去证明微微信在就是在那个监控美国人民但是呢对现在还是在打然后对大家好像在提到2.4 trillion 的那个是呃呃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昨天我们其实提到了啊2.4 trillion的那个呃是是美联储吗还是我我记得是那个democrat他们在就是民主党他们还是在呃要要那个弄那个2.4 trillion的以前是3 trillion然后呢川普说他最多能呃接受就1.5 trillion所以呢这个还是而且他们刚刚他们那个通过了一下就更小的一个嘛更小的那一个就是 现在更小的一个通过了那估计接下来川普可能就不会是那么紧张的要去通过这个呃现在这个民主党要说的那个了就是这个其实新闻应该昨天昨天昨天就已经昨天晚五间直播的时候呃下午直播的时候已经说完了呃然后呢就是呃对还有就是波音嘛波音的话就是下个星期会有一个737max的那个evaluation flight这个的话呢就呃对 有个有的人可能就是误解了我啊就是波音的话我是说什么就是长仓别做因为他不是你能睡得着觉的然后呢如果你就但不代表这些坏的我不喜欢做长仓公司你不能玩波段这个是大家要搞清楚因为我也说过尼可拉你要玩的话也可以挣到钱的所以不管是怎么样你要玩波段也可以玩波段然后你要玩波音的话也可以只不过我觉得波音不安心然后对这就是因为很多人在问我就是为什么不看我波音 哦他觉得他短期内会长啊什么的但是我就是我也不是说他短期内不会长因为不管是怎么样的公司他短期内都会长的都都可能会长的就连尼可拉今天都长了但是这不代表你能睡得着觉啊所以如果你要睡得着觉的话可以不玩波音就是长期可以那个就是做一个长仓的话因为波有的就是怎么说呢我是崇尚这个呃崇尚这个的 呃因为这个psychology cycle人类人类的那个投资心理学嘛然后呢就是当你很开心的时候就是最最那个危险的时候然后呢当你最不开心的时候最好像绝望的时候呢这当然是可以是就是最大的opportunity最大机会的时候最大收益的时候那代表什么呢就是但这个不代表你所有的公司都可以用到这个而我喜欢投资的东西呃公司就是可以用到这个的就是完全可以无脑在呃就是在一个地方 做多的一个公司比如说五大巨头比如说特斯拉就是有狼线那些公司嘛AMD呃还有那个呃还有NVIDIA啊TSM啊那些公司那些公司你真的是可以哭着加仓的然后就OK了但是你永远不能哭着加仓什么呢你别哭着加仓尼可拉不然的话你就会像上次我们在推特看的那个老爷爷一样哎二十五块钱说哎还要感谢别人就那个时候他不是 笑着感谢他应该是哭着感谢但是呢他是在自我安慰说哎谢谢你二十六块钱的时候卖给我尼可拉了然后当时还被很多人在笑嘛就是因为那个尼可拉是从呃四十九块钱他五十块钱的时候他还说发了个推特说五十块钱好便宜但是呢现在就二十五块钱嘛他又发了个推特嘛对就是这种公司是不能用这个investor psychology cycle的然后且波音的话呢怎么说呢你你能用investor psychology cycle吗你也是不能用的因为他 他指不定啥时候又给你搞个出个腰额子然后又又跌了然后就比如说哎你到底在这一路下来的时候哪边可以就是弄按照这个investor psychology cycle的然后这边可以吗这这边可以吗因为他就是很不确定的吧就是虽然是涨是可以涨的但是怎么说呃对啊就是从2018年到2020年就是这么横着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就是呃就是涨上去一点就出点腰额子涨上去一点就出点腰额子就很难玩这个 所以你要玩区间你要玩那个波档是OK的随便你但是呢我只是想说就是如果是小白啊什么的话就是不要买乱七八糟股票不要买二线股不要买三线股呃就就就安心的去找几个公司就可以适合做这种我的这种呃应用这个心理图的公司去做就好了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呃就对啊就是你哭的时候你想哭的时候你就买然后你想笑的时候 你就慢一点对啊就这样就很容易的呃对就是呃对这样的话就是大盘新闻差不多结束了嘛啊虽然刚刚讨论的不是不是大盘新闻但是好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是几分钟现在是18分20秒好下一个走势复盘走势复盘的话呢今天的话呃一开始的时候是低开的嘛低开的时候呢然后价格就是资金一下子流入了 但是他在这边一直在晃荡就是非常tropy而且这个这个时候tropy的话其实他也有就是他是在低点tropy就是你如果把它画成一个箱子的话他是在很低的地方在大量的交易所以这个的话是算是利多的然后呢他就拉上去了拉上去以后呢自己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开始苹果已经开始首当其冲了UPS就是一开始是0.11但是后来也是绿的很快一下子变成呃2.53了 然后呢拉上去以后呢就是呃但是我们看到这边是什么呢就是资金没有上去吧资金上去但是股呃对资金没有上去但股价上的很多然后呢我我这个时候也是就是看资金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有个问题那就是你会有confirmation bias就是你会有个偏见就是我看空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就是觉得什么哎这是呃这个可能就是接下来跌下来了但是呢后来就没跌嘛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也会有confirmation bias所以大家也要小心呃然后呢这个的话就是呃他拉上去了资金 然后呢后来就下来了资金下来了以后呃在差不多11点46分的时候差不多是等一下SPY分钟11点46分差不多这边吧然后后来就开始拉伸了拉伸到了差不多呃11点46分是在这儿对然后就是到了一个底然后他资金流出的特别多但是呢怎么说 呃呃呃马上就拉上去嘛然后呢然后呢后来就是一路上升了一路上升以后呢他就是呃后来都我都懒得看了都懒得看资金了因为怎么说呢他就是他掉下来以后但是呃完全没有就是资金掉下来但是股价没有掉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五分钟对这边资金掉下来的时候回到底部的时候呢他股价还是在高处的然后高处的时候呢就是呃 对就是很多呃然后从那个一点半的时候开始买入嘛一点半的时候差不多在这儿然后真就是他这边横着的时候啊资金在流出但是呢他真正开始买买入很多的时候呢呃股价也是反应的蛮快的吧就是呃但是对就是一路反应上去然后呢就这个事实上是很合理的啊只不过什么呢就是只不过有些呃地方就是感觉啊就是如果你看你画出一个箱体的话你看交易量很大的地方其实很多在这儿 很多在这儿然后这是很多主动买入单也发生在这边然后如果是主动买入单发生在这边的话就是呃其实看就是看资金的话呃就是资金是一个东西你是他是一个呃没有偏见的一个数据但是呢你的interpretation就可能会有偏见然后呢你的interpretation也很重要因为资金本来是不会告诉你什么东西但是呢呃那个他的就是关键是判断 他是呃买家是谁呃主动主动单是谁被动单是谁然后主动单这边拉上去的时候是在这边价位你觉得主动单在这边的话他会如果聪明前有机会在这边拉呃主动拉的话呃以主动单买入或者被动单买入的话他会在这边拉吗那那就说明什么呢在这边追高的最后已经价格从就321已经涨到329的时候在这边追高的 我判断啊就是可能很大概率更多概率是这边是散户在最高这些主动单是散户的然后被动单那有主动单就有被动单吗因为这个资金其实是相等的但是呢就是是看谁那就是谁在交易就主动单是在卖出呢还是在买入然后这边的话是净买入的而且是净买入很多的那就说明就是净就是被动单的话也是在那个出货吧出货的话呢就是你的大可能呢就是在 在这边是呃庄家出货就是大的基金在出货因为谁需要有一个人卖给你散户接单的然后呢后来的话就是呃一下子就摔下来了吧一下子摔下来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呃他出货很多资金逃的很快但是呢他价格没有跑得很快他资金是差不多跑到呃就是上一次这个到这个点位的时候呢他价格其实在这儿差不多呃是11点钟11点钟在这儿就是价格应该在 呃325点左右但是呢他价格只是掉了一块钱而已但是他资金跑得特别多那说明什么呢他看到就是很多单子啊在这边hold着呃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如果你今天早上打算买入的话你看他一路盘高那你会怎么样做呢你可能会把limit price设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就怕他就等着他来一个回调然后呢你可以买入了然后呢就是他最后然后就是我们说过什么呢就是有一个weekend effect周末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效应那就是 你怕错过因为你接下来三天两天都不能操作股市所以你就变得可能会更加不理智一点吧然后呢他就会他就故意在三点钟的时候开始拉高三点钟开始拉高然后呢就很多人可能不理智了以后呢他就把点位啊设在呃就这边当然这边不是设在这个呃SPY里面可能设在别的股票里面然后呢就拉高的时候设在那边就打算接嘛他一回来你就可以接到然后呢就是他当当拉得很高的时候呢 这个主力可能就会看到哎有很多人在站岗那我就一下子单子砸下来啊所以呢就砸下来以后就很多人就吃掉了嘛啊这边吃掉的人是谁呢那就是个问题因为他这边砸下来的时候我们要看判断一个主动单是谁啊的话啊还有一个很很有用的一个因素就是呃有有用的一个线索就是他的默契程度 就比如说他默契程度他是呃如果能一下子影影响到这么大的一个呃就引发这么大的一个大跌的呃就是资金扭出的应该不会是散户没有人说哎我现在已经三点半到了我要卖掉了然后呢就哎下去了以后呢他这边就吃的就是所以说这边什么呢就一开起码一开始开动的时候啊呃大概率是呃机构和基金然后呢他后来的话就不确定了 那因为怎么说后来的话基金有资金可能是散户看到他大跌以后也跟着卖了或者是呃就是散户可能就觉得他跌的不够多然后呢一般人是看不到这个资金图的一般人只看到trading volume然后trading volume的话是看到什么呢就是呃对还是非常大的量是其实是在相当于是在买入的嘛看到是什么就是看到这些然后很多人在这边买入但是你要想想看这边是就是这相当于什么的这个高高放量交易的点 是在这个箱底今天这个箱底的高处你要想想看庄家傻嘛大的资金傻嘛就是呃在放着三块二二不把这个底做久一点然后那个或者就是把这个底再打打低一点然后呢他们可以入货偏要把价格拉到小量啊少量拉到三百二十八偏要到这个地方进货哎这个这个你就是说相当于你去批发市场别人说哎你有机会可以等到他那个呃十块钱卖你一个 呃你非要说哎不行我要等到很多人都来了批发了然后呢我我要等到价格到三十三块钱十四块钱的时候我再进货呃散户可能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可能怕买不到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大的公司你是一个大的就是呃有底运的一个公司的话你一般不会说是拉到这边以后再在这边成交很多吧对吧这边是放量成交是在高处这就是有个问题的这边的话放量成交在低处哎确实是涨幅有的 然后这边是放量成交在高处吧就是这个箱体的话是在高处然后呢哪怕是这个箱体的话你看这边量的话是这么点啊然后呢他就也算是蛮多了吧就比average要多吗但是呢他是在这边放量了放量以后哎确实是短期啊你要是在高处放量的话是不是有一个道理就是接下来会就相对应的可能要走走小一点走走low一点然后这边的话也算是在箱底就在一个箱体 如果你画一个箱体的话是这样今天一个箱体的话就包括昨天的吧就是这样一个箱体啊你要想想看大量交易在哪这边有个大量交易这边有个大量交易OK的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有很大可能要往上走了很就已经在准备好诈空了因为当昨天我们看的时候是有很多人在做puts然后呢今天看到也很多人在puts还有很多就还有我们一个会员的朋友的还是说哎有很多韭菜买了sqqq的要小心了然后呢哎确实是他 说了以后马上就在涨了然后呢涨好以后呢就是对但是还要注意一个什么点就是这边的话又是在放量在跌放量在交易的所以呢两个低点已经在放量买入吧就是这边的话就是相会是相会就是怎么说呢价格低一点的时候呢他们放量的话呢是做多的利多的信号但是价格高的时候你在放量的话那就不是做多的信号了因为我们的assumption就是那些聪明的人那些 基金他们不会说高出要再放个量除非他们当然也有小可能他们会继续往上走但是更大可能如果他们要继续往上走的话他们估计应该就一路是放浪上去而且是感觉是什么每一次上涨都好像是要再跌回来一样就比如说这样然后再这样然后再这样就让你感觉哎每一次都会就是虽然价格在上走吧但是你走得很不安心因为就感觉好像时时刻刻都会掉下来一样所以是这个道理吗就是很多东西呢就是 就是还得自己去就是判断一下自己去interpret一下呃所以这个相提的话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呃这个资金的话就说的这样就是大家看到就是呃这边交易量很大嘛这边是最大的放量交易就很多人可能就是现在怕错过的时候就是就在这边买了嘛最后几分钟买入这是一分钟时间的图然后呢最大的就是对就是最大量在最后的时候嘛然后呢但是我们也看到 主动单是在逃走的嘛然后呢拉上去以后怎么办呢就呃什么意思就是主动单在逃走但是它的价格在上涨呢就是我们看就是他你也看到他这边很多就是有个小的尾巴的那就说明什么主动单卖出了以后砸出了一个底底了以后他再拉上去砸出一个底然后再拉上去这就代表什么就是就就就这才会留一个小尾巴然后呢就是对就是我们看到他最后的时候也拉深了一点但是呢还是就是啊最后呃最后 差不多几分钟的时候还是砸下去了嘛所以啊对这个的话就是有点有点可疑吧啊当然我有可能是在瞎说我也可能是就是interpret错了这个也是可能的只不过就是而且是market的话就是不不代表就不是我可以每次都是interpret解读的对的嘛所以大家可以看有没有这个有我说对不对或者有没有道理然后呢啊对而且我再重申一遍 我看空但我再重申一遍我不是建议你们去做空每次你们问要不要做空的时候我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就是closer to the bottom than we are就是就是怎么说最大的一个涨跌幅啊你已经错过了那就不要再做空了然后对就是呃对就是就找既然就是找好的买入点就OK了呃然后呢今天的走势呢到最后的话呢就是呃后面的话有一个小的网上买入嘛 买回去了但是呢这个的话其实也也算是可能是散户的主动单吧因为量很小首先量很少以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呃他那个价格的话也是变动不多嘛然后呢很多就是如果我看到这就因为我自己也有那种感觉哎要不要就有那种冲动要不要今天就直接买进去的就算了就是做长仓然后对这就是复盘复盘然后复盘了以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今天的呃今天总的量啊 总的量的话其实是蛮少的蛮少的反弹而呃呃呃我觉得如果什么时候是个底呢因为大家可能就要问就是什么时候你倒觉得是个底呢什么时候你觉得是跌的跌到一个底了以后你要停止做空呢因为总不能一直看空下去吧呃呃那我就告诉你我看空的时候呢就是我看什么时候是个底呢呃呃那就是这种放量的时候我起码要看到这个量比这个要高要多 然后呢然后放到那么多的量的时候才算是个到了一个底嘛才是可能是个底呃呃因为现在量少的时候呃就是如果你最后结束的时候量还不比一开始那个摔摔摔摔摔摔的时候要多的话那就是呃可能性不大呃呃就是底底的可能性不大呃呃像包括我们这边看到了这个放了很大的量然后呢哎开始碰到一个底了然后呢这边的话也是放了最大几个量然后呢 开始碰到底了而且最后的真的做到底的两天就是没有跌到底之前啊就是现在就比如说三月份二月份的时候哎那个他一开始跌的时候大家都没反应过来所以可以连续跌几天然后刚刚大家可以反应过来的时候哎拉上去了还很大的量拉上去了然后呢又跌了又开始跌然后但是每天都给了你一个念想哎可能会明天就结束了哎可能明天就是结束了对不对因为你要只要拖一天他就会隔天的时候就会 长回去一点长回去一点你就不着急割肉了但是呢哎连续这么多然后呢都终于你觉得哎账户受不了了然后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两天两天连着跌那个时候就心情就身心态就整个崩了嘛然后崩了以后呢就哎他还转转回去了那个时候才就转回去所以庄家就是这样的就是机构的话就是这样的他上玩到你就真的是要吐血了然后呢感觉撑不住了哎哎就是底了啊所以啊 对这就是我的预解吧啊我的那个复盘的一个对现在是三十二分五十秒好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notable mover啊notable mover的话今天是beyond meet也蛮好的fiverr和upwork也很好特斯拉的话很强很强势啊直接拉回了四百多然后四百零七了好像看一下对四百零七的都对一下子就拉回去了 所以就是这就是护盘的力量啊下星期护盘的力量啊所以呢呃明天的话就如果就是大家怕错过就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的是就是到了点就加仓好了然后我们之前重复一下我们之前说的点是四百三百六到了点加仓OK然后今天是今天是还昨天是最低跌到了三百五十一点三吧好像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呃对啊就是呃大家就提前设置好点就OK了然后呢三百 如果你是三百六十的话应该是单子已经接了嘛然后接了以后接下来就上去了以后然后如果你要再想要上车的话我感觉下个星期的话可能跌到三百八十啊但是也不要奢望嘛因为接下来拉拉的情绪是很高的呃拉的情绪是接下来又要看好一个呃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呃record quarter嘛但是呢怎么说呢现在这个record quarter expectation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就就看看吧就是下个星期他们用哪个新闻来吹呃 啊要是要么要是要么发酵的是他之前那个泄露的被泄露的老马被泄露的email啊那个是什么呢说有个record quarter which is relatively easy to beat就是只要是交付的比上去年的Q4多就好了但是呢如果是那个他说就是他呃电池的时候又说了什么呢就是他今年可能是应该是交付会多百分之三十那就那就那就 就不是说record quarter就可以了如果明天呃下个星期那个新闻发酵是那个record quarter的呃那个delivery交付量是要差不多就是他们预期是百分之三十或者四十以上的话那他们就那那就是会很难很难超过的因为我们看到email是什么呢呃那个老马的email说是快要到那个record quarter了就是创记录嘛交付记录但是快要到创记录和涨三十是差了还是蛮多 所以呢呃呃大家要小心吧就是看新闻发酵哪一个消息然后呢如果你要赌的话你可以拿到啊那个10月2号如果你不想赌的话你就玩那个anticipation就好了1月1号的时候走掉就ok了呃有可能2号再涨很多有可能2号就跌了啊就是对因为解释前还是在华尔街手里嘛呃就是如果大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就是相当就是相当于7月2号重现呃当时也是复阿勒早上的时候 是早上的时候还是晚呃呃午盘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应该是下午下午4点以后发了交交付数据然后呢一整就一整个周啊这是从这是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四下午发了那个交付量然后呢就马上搭上去了嘛然后如果交付量好的话就像如果是交付量和7月2号发的一样好的话那接下来就是要发酵财报了而发酵财报的话就要小心了 就是啊他对啊就是呃他拉上去以后又会下来吧然后财报好了以后还是会就是呃sell the news一点感觉嘛但是呢怎么说就是呃首先看Q呃就是星期二呃就是星期四吧下个星下个星期五呃那个10月2号然后到时候你再决定你要赌还是不赌你要赌的话可以你要赌的话可以就是怎么说如果交付量好你可以再赌的时间长一点不然的话你星期你一号的时候怎么说可以避险去了呃对这就是呃 呃哦不是notable mover还没说好呃Fang今天整个都很强嘛Apple带领的Apple最强Microsoft然后Amazon都很强然后呢Cruise Line今天也很强因为什么呢就是呃被那个Andalus调高那个价格嘛然后还有就所有人其实都很强不强就有Oxy然后呢JWN然后呢今天Mining也是蛮弱的然后这就是notable mover显示36点呃37分 好呃然后我们再给一下明天接下来走势预测我的初步预测呢还是偏空啊但是再次强调啊这不是说你们要清仓不是说你们啊就是做空减仓逢高减仓是OK的就比如说就是我也之前说过就是一次性跌不会跌到底的每一次跌都会拉起来一下然后去又又多的就要要比很多人来买入这样的话他们呃别的人就是smart money出货的时候就不用把价格压得很低很低你要有人买你才能卖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所以呢每一次大跌的话就像cruise line他跌了他在继续跌之前也是拉起来了所以你如果是觉得接下来那个疫情风险会越来越多的话越来越加重的话那你可以趁机这次拉高的时候你去减仓你的复苏股因为复苏股还是非常的就是时间成本还是要蛮久的然后呢而且接下来的话疫情再次来袭的话 啊可能会被发酵的接下来就是复苏股更加啊一蹶不振了啊可能接下来还是利多最多的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也是最看好是科技股啊科技巨头不是说科技股啊科技巨头因为很多二三线的科技股呢他其实是被吹上天了啊而我不觉得他能吹得更高对对啊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剧本了吗 大家都知道要玩哪些teleconferencing股票啊什么像zoom啊什么的那那不就散户都知道怎么挣钱了吗第二次疫情一来哎散户都知道要去买这些股票那你觉得会这么容易挣到钱吗这个时候就可能就是要被机构玩了因为那些股票他们的基本面完全没有就还有overstock啊什么的就完全没有因为疫情而受益那么多完全是被吹上去的而这次的话你觉得他会被吹得更高呢还是说庄家会 机构会利用这种心理去开始就是啊去割肉了去去那个猎杀了呢那就把那些啊就二线股啊什么的他们二线科技股什么的啊变成猎杀的一个场地了呢狩猎场了呢这个大家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嘛而如果你想睡得着的话说实话就就最强的几个科技股就OK了就就OK了说实话啊然后然后虽然是偏空但是你不要视为他哎我要走掉我要清仓了 而是要把它视为风险释放然后呢让让你感觉什么就是你清你减仓是为了准备好子弹准备好这个仓位点然后呢等到等到那个点到价格点到了以后呢哎进去不是说你清仓观望呃不是不是说你清仓就为了就是就觉得哎接下来会知道就是不玩了什么的而是说清仓以后就为了更好的家再回来呃对因为呃股市要是不好的时候你不买入的话 难道是等股市好了以后你再买入吗呃我是不怎么相信这个的就不怎么相信啊趋势确认了以后我再买入呃因为我感觉就是啊首先也有点不同因为我玩我我经常做长仓的是优质股呃或者是我觉得就是还没有就是所有利好都被呈现的一些股票所以我我不怕就是走势没走出来钱我就持有我就买入但是呃对就是反正我就我不是右侧的那种交易者 呃我是左侧的呃对啊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接下来走势预测我还是强调偏空然后偏空的话为什么偏空呢就是呃别的都是就是今天说的这些呃箱口条就是像呃这个箱口整理然后量放在哪都说过了嘛然后还有这个量放量下跌以后呢这边只是更可能是什么反弹因为它量很少吧然后呢这个都是说了然后呢最后结论就是就是这个呃 啊偏空啊对